取奇異頭,粗齋是需要炸一炸 炸旺渠 大家都要旺渠,無論年輕或大年紀的家庭 最重要是取奇異頭 嘩,真的可以 看不看得到,多棒 問問你,這些是泥齋嗎? 對,齋菜 給我一包,我們年輕人買一包 好的,12元 兩年前,10元加2元? 對,真的值得 年輕人買一包,買一包 釣魚、釣魚、冰糖就完成 給蠔油就可以了 兩年前,我買過10元包 這裡好,買一包,12元,真的值得 謝謝你 我是月主月好,大家好 最近很多年輕人在Facebook留言給我 好感動 初初結婚不久 不懂得煮飯 慢慢看到就慢慢學習 開始又不是好得就變得了 好多謝你們 這幫新一代的年輕人 他們二人世界 你叫他們怎樣 用這麼大堆頭去煮菜 怎麼玩呢? 玩不到的 剛才我就去買了一包這個釣魚 這一包釣魚 兩年前的初一南乳粗釣魚 是釣起來的 一模一樣的 那時候是10元 大家看,剛才我小姐聊天 12元而已 加了2元 兩年後加了25% 裡面有些什麼呢? 不如我拆開給大家看看 好了,打開這一包 12元的釣魚 看看有什麼材料 小家庭的 就買一包回來就可以了 哇,全部倒出來 和我剛才的堆頭 當然是差得遠 有枝粥 也不錯 真的有法菜 還有一堆的粉絲 還有幾粒紅棗 這些就是金針 雲耳 冬菇 那一隻又怎麼搞呢? 有時候就很激氣 好心給多一隻 你二人世界都要兩隻 真是被人氣死 看到我去買了這些鮮冬菇 這些鮮冬菇 和冬菇有什麼分別呢? 不用浸的 你明白嗎? 其實這些很好的 不用浸的 不如加幾隻 五隻 加一些小小的 總共有六隻 六隻菇 每人有三隻 用最簡化的方法 又拿回耳頭 粉絲 如果你看回我 那條初一藍魚 粗齋 我是炸的 現在炸了 鍋底油要滾一點 一炸粉絲會黃一點 哇!多棒! 哇! 哇! 大家可以記得 這條片有多厲害 所以上龍虎磅 上了十幾天 但是呢 年輕人說 我怎樣炸粉絲 不如我拿小小出來炸 不要多 拿幾條出來炸 拿回黃的耳頭 好不好? 那些年輕人都要黃的 越煮越多 越煮越好 那才是最好的 拿幾條出來炸 跟回程序 其餘那些 我們就跟回程序 首先 粉絲 都浸一浸 另外一點點法菜 都浸一浸 沖乾淨 好!過來做 過來做 好了!做南乳粗齋了 找一鍋來炸粉絲 哇!38cm 拿得38cm 做南乳粗齋的 當然是大大堆堆 年輕人哪裏有了38cm 大大堆 不要搞事了 好了!找一鍋煎餅 他們最愛的煎餅 找一鍋煎餅 找一鍋煎餅 我們28cm 基本上都要有一鍋 現在是小家庭 你們煮一下煮一下 就會喜歡買了一鍋 燒興它 我們現在就要炸粉絲 我剛才不是說給大家聽的 我留起 少許粉絲 要來炸的 如果不炸的 就浸了 因為取其意頭 粗齋是需要炸一炸 炸旺 大家都要旺 無論是年輕人 或是大年紀的 一個家庭 最重要是取其意頭 我們現在要加少許油 通常我們做齋 油是不節省的 不斷倒下去 不過你現在都知道 年輕人 每樣東西都說要這樣 我們都要少油 大約先加4湯匙的油 先加少許油 你說這樣就好多 煮齋 沒有油 就不好吃 要告訴大家 現在先燒一燒滾 因為我炸這麼少粉絲 就拿個耳頭 其實就不夠油 的這麼多一煮 你要理解到實際的環境 燒滾 現在這個就是看片 現在炸了 鍋裡油要滾一點 一炸粉絲會黃一點 嘩 嘩 嘩 是不是很棒 如果可以做到我這個效果 但是你知道 年輕人 12元包齋 取其意頭的 就拿一汁 看看能否做到這個效果 油燒滾一點點 燒滾一點才有這個效果 我都希望 大家都可以旺 應該可以 嘗嘗 什麼叫燒滾 知道嗎 給點耐性 燒滾 不滾 做不到這個效果 來吧 放進去 嘩 嘩 真的可以 嘩 看不看得到 多棒 嘩 嘩 這個就是這個效果 嘩 嘩 這個就OK了 我們關火了 現在翻起來了 免得焦了 大家看不看得到 如果大家很喜歡這個情況 就不要浸粉絲 放多些油 就做到這個情況了 年輕人都要旺 看不看得到 這樣就可以旺 知道嗎 這個粉絲 OK了 拿起來 好了 現在就可以做了 喂 你剛才四殼油 還有那麼多油 你不吃那麼多油 就可以倒起來了 那你不要那麼多油 其實可以煉芽油就可以了 OK 那你大約都是吃了 兩湯半匙油 你看不看得到 效果非常之好 人生裏面 都要旺 知道嗎 那些年輕人 不要說是鹽肥膩 要旺旺 一點點 OK 好 現在就打開火 剛才的油 將剛才基本的料 放進去 對了 爆一下 這個有什麼好處呢 爆過的東西 特別好吃 所以要告訴大家 發菜就不要放下 了 齋是要炆的 什麼叫炆 炆軟 如果你不是說 兜兩兜炒雜菜 就是我那種的情況 現在這樣 發鍋 OK 現在放下 我所說的 小小的南乳 有腐乳 就放一磚 這些已經是 有味道的鹹味 知道嗎 知道嗎 那我們 要放蠔油 記住 要放素食 如果你不是放素食蠔油 就變了 不是齋來的 年輕人 知道嗎 年輕人 記住 半個 湯匙 就是少許 因為 南乳是鹹的 腐乳是鹹的 你不要太鹹 我都做過年輕人 媽媽煮齋 我怎會在廚房看她煮齋 吃我就覺得很好吃 非常之好吃 但是 坦白說 當媽媽餓起來的時候 就會懷念她的齋 唉 自己就學一下 學一下 都是學到五六成 我會覺得自己 現在盛一盛 小心焦 加回 400蠔色的水 其實 多一點也不要緊 因為我告訴大家 多一點水也不要緊 因為待會兒 粉才可以吸水 記住 有顆冰糖 才是最好吃的 多一點隨意 糖是帶動味 南乳味 就很香 現在 在滾的時候 可以收小一點點火 慢慢炆一下 只要來炆 不夠水可以加多一點點水 知道嗎 好 現在就蓋蓋 什麼都不用做 讓它炆 炆它大約是 十分鐘左右 關小火 再炆一下 再跟大家說 大約這樣炆了七八分鐘 我們可以看看 怎樣為之炆好 程序要炆多久呢 要告訴大家 這些枝竹 很容易炆爛 因為有幾隻 炆過的 沒那麼容易爛 不要緊 最緊要看看冬菇 我們這些新鮮 鮮冬菇 很軟 一按下去就軟 它給那隻 對 這隻 都OK 最主要是冬菇 夠不夠軟 你明白嗎 這些雲耳 實軟 紅棗 沒有問題 這些金針雲耳 OK 很快手 大約 放了400ml的水 還有很多水 不要緊 我們撥在一邊 先把剛才的粉絲 炸過的粉絲 它不爛 你要知道 炸過的粉絲 更硬 倒進去吸水 看到嗎 如果不夠水 對 吸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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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 另外這些粉絲 我沒有炸過的 一下去 開大火 一下去 它就會吸水 看著 它就會吸水 即是它過煮 糕仔菜 很多時候的粉絲 如果你覺得它不夠鹹 你可不可以 放一點點醬油 不過 我就會覺得夠辣 因為南乳和腐乳 都是鹹的 你會知道 你自己試一下味 你知不知道 這些粉絲 先讓它煮一下 煮齋 炆齋 其實是要濕的 收到乾就不好吃 我又知道 很多朋友 喜歡吃蔬菜 放一些西蘭花 青豆 也可以 不過就好像 不像齋 你明不明白 我說什麼 你要理解 齋就是炸 炸過的粉絲 炸過的粉絲 和沒有炸過粉絲 的分別 大家應該知道 它吸味很多 你看 色素 都不同 但是 你也知道 如果不喜歡炸的 就用這樣的方法 都OK 另外 拿著法菜 現在才好 如果不是太早下 沒有食物 可以炆一炆 如果你們自己可以加 食物 我喜歡法菜 就買包 我剛才也跟大家說 100元兩 80元兩 82元兩 84元兩 你可以買半兩 現在收乾 就可以了 就收乾 不用說 你要它多乾 你就收到它多乾 你要它不是很乾 你就不用那麼乾 煮飯的一樣 你明白嗎 很多時候都是這樣 現在主撥小小的 二人世界 當有小時候 你就要大大烹 多有幾個 那時候 38cm都不夠用 38cm都不夠用 要告訴大家 你明白嗎 OK 差不多了 是不是到 我們可以拿過來上 拿過來 拿過來 好了 迷你版 南乳粗齋出來了 簡化版 應該說 這些粉絲 就是沒有炸過的 就是這樣 其實是一個普通的粉絲 我們先放上來 就是要知道 炸過的 它特別入味 不過是需要油去炸的 也沒有所謂 這些 要自己清楚 那樣東西 年青人 南乳粗齋 這個 買包 12元的齋 自己加多 還有幾隻菇 先拿給大家看 大家見到 貨店有得買 市場價錢大約12元 可能有些街市 要賣到15-16元 也不要緊 給它 有時 給多幾元 去賺大家開心 沒有問題 這樣就可以做到 年青人版 初一 南乳粗齋 多謝 多謝大家訂閱 愈煮愈好 鹿有葉 鹿有葉 去除衰氣 煤氣 陰氣 吸引 旺氣 正氣 人氣 多棒 有頭 臨到我的腳 祝大家 事事順意 家家平安 大家最重要是開開心心 多謝 鹿有葉